心与爱,幸福引行家,引领你走向你的幸福人生 想知道如何拥有幸福的人生吗? 想知道如何成为吸引幸福的人吗? 幸福不是只降临在特定的人身上,你也同样拥有幸福的潜能哦 欢迎收听心与爱,幸福引行家,引领你走向你的幸福人生 欢迎收听零花花金的节目,我是西西 那两三年前啊,其实在韩国非常流行有一个测验叫做MBTI 那现在呢,也流行到台湾来了嘛 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测过自己的MBTI了呢? 那有人说其实MBTI啊,就是测出来基本上是不会变的 但也有人就是随着自己可能不同阶段性的状态 先后他其实测出来的结果也会不一样 不过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呢,不管你今天测出来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零花花金的节目就是要告诉你 针对你的MBTI性格可以怎么样去平衡 补足那些缺少的能量 那可能有一些人还不知道什么是MBTI 那在这里呢,就简单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基本上这个MBTI啊,它其实总共有16型 是一个人格类型的测验 可以帮助你呢,了解自己 那在国外其实也有不少的企业会使用这个测验的量表 来选定面试来的人,他们适合什么样的职位 那我有一位身心灵多年的好朋友 大概今年5月的时候,他第一次做了这个测验 那他基本上是不太不太信这些东西的 可是那是他跟我说,哇,我做过这么多的测验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他的解析有输到我的心坎里耶 那我自己的部分是,我其实呢是蛮外向的人 也就是大家很常听到的E人,ABCD的E哦 那不过测出来的呢,却是内向的I人 所以呢,当然身边朋友知道我是I人的时候都非常的意外 不过我觉得其实这个跟生命历程啊 多少还是有一点关系 比如说,虽然我很爱交朋友 然后我也很外向 其实基本上我不太怕陌生的环境 不过这几年呢,我开始很享受自己独处的时间 然后减少了许多社交 那会参加的活动或是聚会 都是以我自己觉得自在为主 我才会去 如果是单纯那种社交的场合 或者是为了要认识人啊 建立人脉的那一种 基本上我觉得感觉不是那么自在的 我就不会去参与 所以呢,我也在网络上面就发现 有不少的人说 自己在外面是依人 但是回到家后会立刻变哀人 当然这个就是参考 但也是一个了解自己可以多一点的方式 不同的面向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针对每一个不同的MBTI性格 去给予建议的离婚花精 那除了呢,在平衡之外呢 也可以为你的优势去加强能量 让你可以更加分更突出 那今天呢 我们只会分享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INTJ性格 也就是所谓的建筑师 这一群建筑师型的人格的人呢 他们是有完美主义倾向的人 他们也非常的有想象类 他们做事情呢 也都很有条理 就是有策略性 有规划的 在16型人格里面呢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人格类型之一 但同时呢 他们也非常有能力哦 而且他们自己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是非常有能力的 而且也很聪明 头脑呢 动得非常的快 所以呢 他们总是会不停的转 不停的思考 所以你会发现在团队里面 可能身边的人都很难 可以跟得上他们这个步调 跟得上他们的步伐 那同时呢 他们也是内向的人 因为你看到嘛 INTJ 开头就是I 所以他们是很内向的人 然后同时呢 他们也很独立哦 他们是很喜欢享受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去思考各种事情的人 那也非常的热爱 学习新的知识 接受挑战 很勇于接受挑战 也是非常有自信的人 所以呢 像他们这种很有自信 很有自己想法的人 然后又聪明的人 在团体中就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呢 他们会比较容易去坚持自己的想法 比较不容易被动摇 那你说好处也是有好处 就是他们可能不会被外面的人的一些言语 或是想法或是情绪的动摇 是很做自己的人 所以你可以说他们其实在情绪上就是蛮健康的嘛 嗯 因为他不太会因为别人说什么 然后就倒向另外一边 然后别人说了另外一种 然后又把自己搞得很混乱 所以呢 他们其实是比较难接受别人的想法 所以当然就像刚刚讲的就不容易察觉到别人的情绪跟感受嘛 所以可能这样子的人呢 在人际关系里面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咯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都没有同理心 你都没有站在我们的立场下 就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分歧 好 所以如果像这样INTJ建筑是性格的人来说 如果呢 你想要调整自己这些比较过于固执的想法 或者是你想要用一个更开阔的心胸去看待事情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也接受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我也可以理解你的想法跟情绪 如果你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平衡 其实可以使用两款 我觉得还蛮主要的灵魂花精来帮自己调整 那首先呢 就是可以使用马鞭槽灵魂花精 来柔软我们那些长期下来 已经僵化很久的那些固执的性格 学会呢 在享受自己的思考 表达自己的想法跟建议的同时 也可以放下戒心 去倾听对方的想法 那至于要不要采用 那我们可以之后再讨论嘛 但前提是 我表达我的想法 那我也听你的想法 以及你为什么这样子想 有先这样子互相的理解的过程之后 我们才能够去讨论出一个双方都合一的方向 那透过这个马鞭槽的灵魂花精 其实可以帮助这类型人格的人 学会很多事情其实是可以有弹性的 就是也不一定要总是做到面面俱到 一定要很完美 然后不能有一丁点的瑕疵 那像这样的类型的人 其实因为如果有一丁点的瑕疵啊 他们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没有按照他的那个路线 或是他的标准 他就会不是很开心 但透过马鞭槽灵魂花精 我们去平衡之后 我们也会知道说 其实有时候有一点点小小的小缺陷 或是小瑕疵 其实他反而能够创造出不一样的火花 或者是可以看见他更美好的一面 毕竟一体两面嘛 你知道有很多太过于完美 有的时候其实会让自己更累更辛苦哦 好 那同时啊 就是哪边吵灵魂花精呢 也可以帮助这类型的人去 好好的放松下来 就是用比较正面的方式 去善用自己的力量跟优势 让自己能够成为在团体里面 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带领者 营造者 那再来呢 推荐的第二款灵魂花精 就是奉献花的灵魂花精 它其实可以帮助聪明的 IMTJ稍微的让身心休息一下 学会放慢速度 那我们大脑总是不停转动的IMTJ啊 其实啊 在长期下来 它是会非常疲累的 就是如果没有平衡好 你会发现大脑 其实它没有安静的时候 然后是一直不断的跌跌不休 带着你往某个方向 不断的延伸 不断的延伸 一直分析分析 思考思考 那有的时候太过极端 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 严重到 其实会影响到睡眠品质哦 像有的人可能就会 失眠啊 辗转难眠啊 这样的状况 那你知道吗 睡眠品质不好 你的大脑没有趁着睡眠的时候 好好的清理那些有害的毒素 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健康 甚至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 还有做事的效率 所以在这边也想要跟你分享的是 其实啊 真正的智慧 我们说智慧 或者是你在一个状态里面 你需要一个灵感 通常都是在大脑的思绪 A跟B连结的这过程中 中间的那个短暂的片刻中出来的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发现那些片刻 总是呢 被那个速度过快的这个外在世界啊 跟大脑啊 这样牵着走 那在我学习身心靈是几年的时间里面 在我第一次瞥见那个片刻的时候 真的是超惊喜的 但是它非常的短暂 因为很瞬间嘛 所以很快就过去了 不过 灵感 或者是有的人说 内在的那种很深很真的宁静的感觉 或是有的人会说 他的内在的神性指引啊 高龄啊 天使啊 或者是有的人上帝啊 都会在那个短暂的空白的片刻出现 那像以前我就是也蛮急躁的 总是在思考的那种人 所以这几年我就开始学习放慢速度 甚至学着去让我大脑的声音安静下来 成为那个引导大脑思绪的人 而不是被大脑思绪一直牵着到处跑的人 那我发现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下 其实你做出的行动通常都是会比较好的 因为他不是一个冲动形式的后果 也不是因为一个情绪出来而去做的行动 那大家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验 就很多人啊 总是在做完一个行动之后 你就会非常的后悔 啊 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 早知道我当时就不要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呢 当你放慢速度之后 你在做任何的行动的之前 你都是带着一个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很平稳的状态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哦 你后悔的次数真的越来越少 就是你会发现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你其实还是会做出一样的选择跟行动的 是因为你的大脑 你的心都知道 这么做才是对的 那这样子的信心又会再堆叠起来 变得更加扎根 你就会变成一个越来越有自信 越来越有信心的人咯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想跟你分享的MBTI INTJ建筑师型人格的灵魂花精 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尝试看看 自己在使用一段时间后 有没有不一样的变化 甚至把你原先那个很聪明 独立 热爱学习 又爱挑战的这些优势 更加的放大 那假如你是第一次听到灵魂花精的朋友 在这边也要提醒你 如果这个是一个已经长期的状态 你使用灵魂花精的时间会需要拉长一点哦 就是最少一两周 那最多不超过三个月 你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整体状态上的一些平衡 一些不一样 那如果呢 你想要更精确的知道 现阶段最适合你的专属灵魂花精 欢迎你跟我们预约咨询 因为每个人其实还是有有一点点的不同 就算你是这一个类型的人 多少呢 在你的性格上面还是会有点小小的不一样 再根据呢 你最近遇到的情绪状态 遇到的事件 都还可以再稍微的调整与搭配 变成最适合你的专属灵魂花精 那假如呢 有疗愈啊 还有其他生命议题 想要咨询的需求 都欢迎私讯我们心里爱幸福 银行家的粉砖 那针对呢 爱情 客体指引 灵魂花精 能量疗愈 我们分别提供五项服务给你来做选择 那最后呢 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 欢迎为我们按赞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以及分享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